子玲开麦 屏东西市场是屏东人共同的回忆 六月的时候以全新面貌回归 现在逛街买菜都可以吹冷气 摊商也不用担心下雨 今天在节目这边来邀请到的是 屏东县长周春敏 介绍这一个屏东首座有空调的 五星级绿建筑市场 县长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 近期屏东西市场的是营运 引起民众很大的关注和回响 原本屏东市的西市场 已经有40年的历史 也是许多屏东人的回忆 请县长介绍一下屏东西市场的背景 还有改建的契机 那谢谢大家关心 也喜欢这个屏东西市场 那原来的屏东西市场 大概有40年的历史 是我们屏东大宝 大宝的生活文化核心 那是在民国72年元月启用 当时的占地大概是2600多坪 那规划是地上跟地下 各一层楼 300多个摊位 当时是台湾少数先进的摩登市场 但是经过40年的时间 大家的消费习惯 还有建物老旧 屋顶漏水问题严重 地下层的这个采光也不佳 那有这个公共卫生安全的疑虑 然后也容易成为治安的死角 加上这个建物的耐震测试也不足 那为了避免发生公安意外 县府跟相关的单位来协调 进行拆除的重建 那这个大概是在我们的前县长 派木案秘书长任内 我们去推动的 那承报中央后呢 我们获得专案的补助款 是8200多万元 那县府也自筹了1亿1000多万 总共1亿9千万 那在原址我们重建西市场 那整个施工的过程呢 是在111年7月拆除 然后在111年10月7号动土 然后在今年的5月竣工 然后我们整个开始市营运 那7月16号正式开幕 跟大家见面 新的西市场设计理念 还有特色是哪些呢 跟改建之前比起来 有哪一些主要的改变 我想既然是一个新的西市场 那就是要融合 原来大家对西市场的一些想象 还有这个温度 那也要加入现在现代的 建筑设计的里面 那我们也是以打造 南台湾首座可调控的 室内温度的绿建筑市场 做核心 那我们总共规划了两层楼 那一楼有16间的店铺 78个开放式的摊位 总共是94个摊位 那二楼呢 可以容纳200人的用餐区 那户外我们还有规划了停车场 总共46个汽车车位 然后194个机车车位 还有U-bike的站 让民众能够在好停车 然后室内高挑宽敞 还有明亮的空间来购买 来用餐 然后我们也鼓励大众来西市场的时候 可以多加利用周边的汽车停车场 包括艺术馆的停车场 还有机场北路路边的 祭次的停车阁 还有Times六周街的停车场 民族路跟和平路口的祭次停车阁 还有机车U-bike等这些交通的工具 那跟改建前的西市场来相比 我们屋顶建置了太阳能发电板 来实践我们的绿建筑理念 因为屏东太阳充足 我们不能够浪费了这个很好很好的条件 那我们也规划了无障碍电梯 公园还有停车场 因应电商趋势设置的 网路直播式的现代化设备 那也希望说 把传统市场百货公司化 打破大家对市场的既定印象 那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乡亲 可以边吹冷气边逛菜市场 还可以直接在干净舒适的用餐区 享用美食 目前西市场的招商规划跟过程 可不可以请现场来告诉大家 在西市场的这个规划 当时我们确实有一些讨论的过程 因为我们盖了这么完善的现代的一个绿建筑 那希望它能够充分的使用 所以它跟传统的市场的营业时间 我们做了一些改变 那传统的这个市场大概就是早上扎期 那到中午就收摊 那这样有 西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公共建设在那边 我们的一个营业的时间 就会相较于传统的市场 而要拉的长一点 但是有些的摊位 它的习惯还有它的条件 也不可能是整天营业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规划了 只可以来投的呢 大概可以有两组的人马 如果说你上午是卖这个生鲜 那下午另外可以再卖另外一种 有两组可以来投资这样的一个摊位 那招商过程也相当顺利 因为我们希望是说 大家进来 在这样我们的营业时间里面进来 都有比较充分的摊位 让大家可以多逛多买多吃 所以摊位的这个营业 我们也要予以要求 那招商的过程 总共有500名的摊商来申请 那我们是采这个抽签的 就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然后来申请 那就这个采这个自然的这个 这个中签率 就自然的这个挑选 那也透过后续的一个自治委员会的成立 然后把大家的摊商的这个 大家营业的方向价值 还有这个水准呢 能够一起拉高 那目前也谢谢大家对新市场的喜欢 目前进驻的摊商还有店家 有哪一些特色呢 我大概在之前我们市营运 还有开幕 还有我自己去逛 我大概跑了大概三四次 最近比较忙 比较没有去 那大概以我的了解 我蛮喜欢的一些店家 那目前跟大家介绍 那现在进驻的店家 有西市场的原摊商 还有产销履历的蔬果 也有文青的选物店 那手作的饰品 还有这个衣服 那当然台式啦 日式啦 泰式啦 越式 韩式 还有比较这个 就比较多元的眷村的这些美食 都有在我们里面可以找得到 那获奖的屏东咖啡 在这边有一个摊位 也就是让民众能够一次 构筑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也能够体验我们的饮食文化 那当然还有我们传统的市场的人情味 里面有一个传承三代的老味道 就是秋佳的酸菜 还有三美的鱼丸火锅料 那青年的创业店呢 有很多的网红店 比如说这个泰秋 还有这个高树香 那还有文青峰 还有古早味的冰品 雄梁制冰锁 反正蛮有趣的 就是市场我们把它摆货公司化 那大家在这边也就可以 除了买菜 然后也可以在这边享用美食 那当然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或者是一些休闲的一些饮料 在这边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店家 可以让大家来挑选 县长对于西市场未来的发展规划 还有期待是什么呢 我想现在就是我们整个欢庆西市场开幕 对当地的乡亲大家也有很大的鼓舞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热度能够持续的持续 那开幕期间我们也提供了多项的好康优惠 那后续我们也大概有些局处也看中了 很喜欢西市场这样的一个公共建设 也都会到这边来办相关的活动 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推广 那西市场距离我们的屏东火车站车程大概是五分钟 那到我们的屏东荣总还有将来的屏东高铁特定区 也都是交通非常的便捷 那因应新西泰的消费模式 市场我们也设置了直播的空间 那提供摊商申请使用 除了说把自己的好物介绍出去 其实也可以分享我们在这个西市场里面的一些人情味的一些 有温暖的故事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传统的市场 大家久了之后大家就像一家人 那其实一些里面有一些平常大家营业的故事 然后跟摊商跟我们这个相亲互动的故事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直播台来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交流 那原来的市场它是以年长者做它的消费主要族群 那现在我们大概就是会扩大外食的族群 还有自行开伙的 还有菜兰族上班族 甚至这个美食的爱好者 我们目前就常看到有一些外地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屏东的乡亲 大家都组团来 来西市场这个逛逛还有考察 常常看到他们分享的照片 就是拉起了这个活动单位的布条 在我们的西市场前面拍照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也让我们深具信心 那改建后的西市场提供了崭新的购物环境 它是一个兼具传统市场人情味 还有现代化舒适购物环境的一个示范标杆 那它有节能减碳 有绿色的建筑 消费 产销履历 友善土地 还有现在的多元支付 产地直送 非常非常棒的很多的元素 生态的元素 永续的价值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各地的好朋友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个西市场不同的美好 谢谢 谢谢